11月21日晚8点 美加墨市域赛中国男足对阵韩国队的比赛正式打响 上半场比赛中开场仅数分钟 中国队禁区内犯规被判点球 孙兴敏点球罚众 第24分钟 中国队门将严俊林贡献两连突 没有给对手扩大比分的机会 但在上半场结束前 孙兴敏再次通过脚球进攻中投球破门 完成没开二度 第87分钟 韩国再次利用定位球破门 郑生炫投球扣关 国足0比3落后 三个失球全部来自定位球 最终 国足在主场0比3不敌韩国队 孙兴敏没开二度加一次主攻 至此 国足也结束了2023年的全部比赛 球队已经超6年 不胜韩国 上次战胜对手已是2017年的试域赛12强赛